2020花莲农产包装以及品牌辅导计划 花莲好礼成果发表会 15号的下午是在烟坡大饭店海燕厅举办 特别邀请到演员邱燕翔来代言花莲农产品 以其专业的形象来带动花莲农产整体品牌的行销效益 花莲好礼成果发表会15号下午在花莲烟坡大饭店举办 特别邀请演员邱燕翔来代言花莲农产品 现在徐总员表示 花莲是全国最重要的有机农业生产大限 从种植面积、生产品质、出货总量都是国内数一数二 然后这些优质的农产品未获得合理的价格 所以幸福从品牌辅导出发 希望建立花莲农产品的整体品牌 并分别以生鲜蔬果、加工农产品 畜牧农产品与花莲知名农产品等种类 开发出不同的农产品类别的商品品牌 在有整体品牌的框架之下 带领同类型商品的品牌形象 花莲的农特产品 其实我们的品质已经饱受大家的肯定 也是金字招牌 但是如何将农友365天非常辛勤 努力的成果 能够让他在平台上 以及销售品牌上 还有在陈列上 被很快的搜寻 很快的看见 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所以对于品牌的成立 还有对于我们的商品的设计 以及搭建的通路 这是我们这今年 今年做的非常多 也希望能够实质上 把整个花莲的农业 整个带动 而且翻转 而且推出去 花莲县有一个在台北信义计划区 ATT4FUNK 有一个我们的花莲县政府的品牌 是花莲好季 在这里已经是做了第三季了 第一季是花莲的米 我们用裸麦的方式 没有包装 你要多少 拿多少 买多少 秤多少 吃新鲜 把花莲品质最好 而且我们有不同的米种 品种 不同的杂粮 就在透过不同颜色的杂粮和米种 品种 陈设在ATT4FUNK 我们花莲好境的专柜 也让大家看到 其实稻米的品种很多 还有我们更有花莲 台湾独特的红糯米 搬离政权说明 以及主动邀请近百位农户来报名参加 最终有近20位完成临选报名 取得临选的资格 本年度所临选的农户都是在生产端 行销端品牌定位上有一定的规划以及规模 希望透过计划的支持 加速建立品牌价值 商品价值 也确立花莲油脂 农色产品的价值 记得喜欢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